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隔山部分进行封闭式设计那是肯定的 同时还相入了爱的logo 这也是爱品牌的标签 那么整体颜色上面它是一套海蓝的颜色 也是这台车专属色 不仅如此 在天使眼的部分也给它一个专属的造型 我觉得它是一个双眼号的造型 电动车什么最重要 就是车身的空气动力布局 那么在前杠部分也进行了重新的设计 跟我们之前见过的所有三系的前杠是完全不一样的 另外19寸的低风组的轮毂 再加上镂空的鲨鱼塞将整个车侧面的空气布局重新的设计 同时在底边部分也进行了一个小小的弯曲 引入了后轮的低风组轮毂 在车尾部分进行了爱家族品牌的空气动力的整体的设计 这一套设计可以说给这台车一种全新的感觉 当然了 不仅仅如此这台车的长宽高以及轴距相比三系来说都有所增大 可以说它是地球上现在最大的三 这台车的内饰整体风格设计和三系基本上保持一致 但是它采用了更新的ID8的系统 所以在仪表台部分它更换为这个12.3英寸和一个14.9英寸的组合式屏幕 当然了 这一套ID8系统我相信大家在很多车型上已经看到过我们的介绍了 所以在功能性上面我们不做过多细节的介绍 另外一个车内最大的变化点是在这个工中岛的部分取消掉了之前传统的这种换挡挡杆 而是改换了现在更为精巧的小型的换挡杆 这一点也是宝马未来内饰的一个家族化的设计 除此之外 包括座椅方向盘以及车门上的操作按键 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套三系的设计 另外由于它的轴距有所增加变成了2966 那么这台车整体座椅的舒适度 包括后排的乘坐空间都有所变化 我们一起去后排排一下 由于它是一台纯电动车厅 所以在底盘结构上进行了重新的设计 在这一点之上 后排座椅的囤点也进行了重新的设计 来保证您有一个非常好的乘坐的舒适度 无论是腿部空间 囤点以及头部空间 都保留了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乘坐姿势 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 另外它的轴距相比三系的长轴距 还多出了5毫米 你别看只多出5毫米 对于后座位置以及角度的重新布局 有着非常大的调整空间 所以这也保证了后排乘坐人员的一个整体的舒适度 到2025年底 宝马集团会在全球交付200万台纯电动车型 那么在中国美卖四台车就有一台纯电动车型 同时代表着下一代技术的BMW新时代 也会在2024年开始试生产 2025年正式投入市场